欢迎收看本期《校章乐话说》 说起上世纪 叱咤上海滩风云的人物 却不可不提青帮大佬 上海教父 横射 杜月笙 在大部分国家社会中 和几乎所有语境中 黑社会 邦会 似乎都是带有负面的贬义词 而至于黑社会组织 邦会的头目 似乎负面评价 也会主动成为其一生之写照 想要客观评价一位人物 一生的功绩 那么必然就离不开 讨论他的功与过 那么身为当时上海 最具影响力的大佬 杜月笙 是如何度过他的抗战岁月的呢 今天的节目 让我们走进 抗战背景下的上海教父 杜月笙 1888年 也就是清光绪14年8月22日 杜月笙出生于江苏省上海县的高昌乡 由于父母都在杜月笙很小的时候 就相继去世 杜月笙被继母和舅舅所抚养长大 杜月笙14岁就来到上海闯荡 起初他在多家水果行当学徒 练就了一身销水果的好功夫 到了23岁那年 因为机缘巧合 败在有贩毒被顶下的青帮门下 算是正式开始其帮会生涯 杜月笙十分聪慧 做事圆润 同时又善于洞察人际关系 因此很快在上海滩闯出名声来 由于出色的业务能力 很快得到了上海法租界 寻补房督察长 且是青帮老大黄金荣的赏识 1925年 得到赏识的杜月笙 与黄金荣和青帮名人张孝林 共同开办三星公司 日时间垄断了法租界的毒品生意 从此 三人就并成为上海滩三大亨 杜月笙在帮会的地位 有了显著的提升 后因杜月笙和张孝林出钱出力 救黄金荣于狱中 黄金荣为了感谢二人 三人特此结拜为异性兄弟 随着杜月笙各路朋友结交的越来越多 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资产 1928年 杜月笙开设中会银行 1930年出任法租界最高行政机关 公董局的华人董事 此时的杜月笙已经拥有青帮之内 社会之外更高的影响力 在上海商界 政界 军界 都有自己的影响 于是杜月笙在1933年 在青帮之外成立了自己的帮会组织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横社 那么为什么帮派名称取名为横社呢 这个名称由陈群取如月之横的典故 同时其中又暗含杜月笙之姓名 故此帮派名称就叫做横社 杜月笙给横社定的宗旨为 尽得修业 重蹈上益 互心互助 服务社会 效忠国家 其实可以看出来 在杜月笙心里 他对横社的定义和期望 是明显区别于其他帮会组织 在他眼里 横社作为一个帮会 是将对社会的道义 和对国家的忠诚 为首要目的的 其实从早期杜月笙的一些行为 就可以看出他所制定的这些帮规 并非是空头口号 1931年 高游湖由于上游的暴雨而溃堤 从而引发了江淮水灾 这场灾难导致至少有15万的民众 因水灾而直接或间接丧生 经济损失更是天文数字 镇灾由杜月笙通过上海 商界的关系积极组织号召募捐 其募捐和他本人捐款总共53万银元 通过他本人的影响力和号召所募捐的款项 就占到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 总共所募的20.3% 所以虽说这位大佬最初是靠毒品 这种不光彩的行业起家 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层面上 杜月笙确实可赞 早在松户徽战爆发前 杜月笙就利用其地方上的关系 配合国军议定作战计划 在甲北一带租立民房 之后 巧无声息在室内修筑水泥掩体 为国军之后展开的巷战做好准备 另一方面 在松户战事打响后 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四会 赴理事的身份参与组织一流救助会 大量有组织且准备充足的医疗战 救助队在松户会战期间 救治了大量受伤的国军官兵和无辜平民 为了支持正面战场抵抗的国军正规部队 松户会战爆发后 9月4日 苏浙行动委员会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成立 这是一支由戴笠和军统局与杜月笙一同领导的准军事单位 其职责就是配合正规军对日进行游击战 敌后牵制日军 刺杀间谍和日委官员等特别任务 其人员包括苏浙地区工人农民学生等各方面人士 由军统和军队军官负责领导和指挥 在筹划期间 杜月笙大量鼓励手下门徒和帮派成员 参与苏浙特别行动队而支持抗战 这支特别的军事力量有五个大队的编制 其中杜月笙的门声就占到了其中三个大队的大部 在情报站上 杜月笙暗中帮助军统在上海的行动组收集情报 并且协助参与对日委合作人员的暗杀 暗杀目标就包括昔日的结拜兄弟 但有意出任日委浙江省省长的张孝林 以及出任日军控制下的委上海市市长傅优安 经过统计在松户会战前后 别军队协助正规军作战 战死1500人以上 500多人受伤 后来杜月笙得知别动队的沙王后 十分悲痛 他不是心疼钱 而是挨招那些为国间区的年轻人 其中很多还是他的门声 所谓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杜月笙可谓是既出利又出钱 当时流行海内外企业家 捐献飞机航空救国 杜月笙在1937年3月 从德国和法国各构进一架战机 捐献给国家 这两架飞机分别被命名为 岳辉号和岳文号 其中在献机典礼上 渡的门声 孙童港 亲自驾驶表演 苏户会战后期 为阻止日军舰艇 沿长舰而上 威胁首都南京 国民政府呼吁民众 凿沉民船商船 以封水道 杜月笙再次以身作则 将自己旗下的航运公司的几十条船 全部沉于江阴 为商界做出了表率 而经济损失也可想而知 上海沦陷前期 日军多次未必利用杜月笙 与其合作 甚至愿意无偿投资杜月笙做生意 杜深知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最终决定前往香港 因为长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 赴理事一职 因此一同赴港的 还有红十字会的总会 搬迁至香港后的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继续经杜月笙的领导 源源不断 从国外进口医疗资源 支援回国 后来香港也被日军占领后 杜月笙带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搬迁至陪都重庆 并在那里捐钱建了一所医院 直到抗战结束 杜月笙大力支持领导下的 中国红十字会总共救助人次高达260多万 1945年抗战胜利后 这位上海教父再次回到阔碧七年的上海滩 然而等待他的并没有隆重的欢迎仪式 后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 约要官场上的剿除和经济政治上的需求 多次有人利用杜月笙帮派大佬的身份 扣上一些像是组织黑社会的罪名 为了证明自己依旧在上海有着独特的影响力 杜参加上海市议员选举 并且在成功当选之后就立即辞职 或许在经历这么多是是非非之后 在杜的心里 这些浮沉之事再也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 杜月笙最后葬于台湾台北大尖山脚下 他的墓坐东南朝西北面向上海 蒋介石亲自在他的墓上提字 《一节绿招》 讲到这里似乎又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了 该如何评价杜的一生 总体来说作为一代教父 帮回大佬 对生算是重情重义 做事基于原则和底线的一个人 而在大是大非之上 懂得个人利益荣辱 远不及国家民族前途重要 十全十美的人是不存在的 一尘不染的事也不曾预见 但是都不妨碍我们把事做好做对 当然 每个人对这位教父的评价和看法也是各不相同的 欢迎各位将自己的看法在下方留言 冰山 只怕小蒋先生搬不动了 这位先生是 恒舍 杜月生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支持 让我们在下期节目中 再见